你覺得你能阻止未來嗎 你只是一個人 沒有 就像政府怎麼拼都拯救不了 連六個月衰退的出口數字 台經院專家現在就點出 遇到經濟問題時開出的 都是不切實際的智本藥方 就像用中藥醫治急性盲腸炎一樣 用長期手段解決短期問題 恐怕就是慢半拍 很糟糕的國際局勢 跟台灣本身的狀況 它剛好結合在一起 所以現在問題是 那大家能不能提出來有效的解決方案 不論什麼經濟問題 藥方千篇一律 老師講大而無當的遠景作為 甚至直接說出口都是油價惹的禍 我們經濟成長率衰退 60%的因素是來自油價下跌 那政權看起來馬上就換了 那我現在提出來政策 能不能夠貫徹 能不能夠到下一任期的時候 還被繼續執行 那這反而是最大的問題 要衝要走 但該往哪裡拚 政府活活活聲聲說 產業要升級 要轉型 卻向無頭腔癮 台灣的經濟奇蹟 創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政府 導引企業告訴你說 你投資什麼 你投資石化 會有很高的利潤 你投資這個電子 電子業裡面的哪一類 如今政府無能當領頭羊角色 紅色供應鏈又步步進逼 加上人行放行人民并狂扁 台灣恐怕沒有多餘的等待時間 貨幣政策 大體上來講都比較慢半拍 而且央行也比較謹慎保守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韓國那邊 只要稍微有點狀況的就大便 學者更預言 年底前美國利率勢必上調 國際資金流回美國 美元強勢升值 可能會加深通縮威脅 訂單流失內需不振 看不到經濟好轉希望 非必需品的支出減少了 那這個也就是說 我們這樣需求減少 整個經濟開始萎縮了 市民感受到的這個 經濟壓力會更大 也有專家疾呼 政府最重要恐怕就是要 以貨幣匯率財政等 治標政策挽救經濟不振 千萬別再畫大餅 讓企業跟小老百姓 錯失晉級世界杯的關鍵時機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10、2、1、5、5、6、6、6、それ�� 刘正零、消耗 10、6、6、7、9、 он 1932財器 和502、有關鍵力 9、8、 accuse 9、1、8、2、4、4 shopping